张家辉由木木区进驻亿元豪宅 盘点五位低下阶层出身香港巨星 张家辉日前以5800万元将跑马地日劳豪宅售出 持货11年账面赚约2900万元 据指他在2017年以1.3亿元扣入中半山家为元后搬出日劳 身家估计已过数亿 张家辉出身和成长在石协美木木区 全靠努力换来今天的成就 再加上投资有道 令他进驻亿元豪宅 其实有不少艺人都是成长在木木区 如今成为独当一面的艺人 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 张绍辉小时候居住在沙田美林村附近的木木区 出道初期月薪只有2000元 但他一直深信买卖砖头才是黄道 自九十年代起便开始投资 由最初以150万买入的富豪花园单位 到2010年以2236万元买入的贝沙湾单位 现升值至约4200万元 不单只在香港有物业 在北京甚至英国等地都有置业 非常厉害 天皇刘德华出生在大埔太亨村 六岁时随家人离开农村搬到九龙钻石山木木区 十一岁时木木被大火销毁 因此曾住在寮屋一年 之后入行成为歌手、演员 多年来不断努力成数四大天王 现金与家人同住市值2亿加多利山独立屋 据指楼宅设有地窖、千尺私人影院、健身室 还有为女儿特设的玩具防和图书室 香港歌神许冠杰、Sam、元宇家人 兄长许冠民住在钻石山木木区 后终于上楼入住苏屋村 早前他在家中举行网上音乐会 亦意外令大部康乐园豪宅曝光 Sam家中的设计都是他心爱的泡文物件 更有一只巨型泡文公仔 音乐室位于豪宅的地下室 不少摆设都是泡文图案 连扶手全部都是包拾泡文布 TVB当家花旦王翠鱼来自低下阶层 同年住在南田木屋区 一家七口碎两张床 之后父亲转做装修换头 环境开始改善 翠鱼曾在有线电视担任主持 再转到TVB拍摄剧集 成为独当一面的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